第一个方言要为神学介绍的是 有关数学文化跟其他学科之间的管理性 大家已经都有身份证负责到银行里面 版全部的管理 负责书商品名上会看到一些条码 农产品今天也推动了一个部分 背后的数字或长码作为区别 随着历史的研究还有文化部分 通常我们就会看到这一部分 背后的数字代表什么含义 首先来看国际标准数码的部分 资料是通用文化标准数码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标准数码的样式 早期来讲国际数码事实上 它只有区码到后期是在已经变成13码 每一本区其实都有一个国际标准数码 叫做ISG 像图1所解释的 这一本是政府的数捷 它的数码总共数字有10个码 12345678-40 这个是比较早期一点 那在之后才会推动主码的数码 那我们知道出品 事实上最主要是 是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很重要的工具 那因为为了因应日语缓出的数目 跟有效的处理 从书的出版还有管理的需要 那有得过副理士基金会 它今年的国际标准数号总数 它根据ISO2108会计 然后分配给各个国家 会有各地区的一个数号中心 它便于国际间出版型的 它远通的部分 就听了一个 一套国际统一的编号制度 那每一项都管理ISG 编载号的10位号码搜寻层 并用连字号 还转号 识别出版搜寻 国际的地区 能格上相关群体体 还有出版机座 出版是对该输者的编号 最后一个数字是检查码 就跟我们账号 还有申门证一样做一个检查码 然后用这10个数字 做为检查 实验到底有没有错误 这一组号码代表就是该输者的信号 好 它的检查规则是这样 它就将IHN 将几个数字 我们按照那个数字 就是XP到XP 然后分别 承到它所在的位置数字以后 全部把它加分起来 看是不是能够被检查 如果是的话 当它疑数是0的时候 那我们说这一本数字 是正确的反映 就是XP 那以新决士来描述它 如果能够满局下细的检查条件 那我们称合法 那他们的学法 事实上也就是说 以莫德的 莫德尔的观念就是 徒与徒与徒 那就是所在的位置 成长它的数字大小 如果呢被徒组呢 也就是0的话 他们现在用一个 直接的例子来观念 来看一看 如果现在有一本爱情小说 它的ISDM编号是 98665.3185 那徒的徒号码 到底这么准备 我们可以马上来 动作A子看看 那这里呢 我们知道 X1是第一个号码 是解决 第二个是8 1是A归 好 总共的 那把B9呢 就是第一个位置 把它成长 加总以后 就得到是297 那我们用B9 真的是可以整出 把它移出 那就代表这本C 那是正确的出 那后来呢 因为为了应用国际 兼职出版量的大幅的成长 那三品小码 有限定的 起码 就改成13码 它这是从2000年新年的1月1号起 正确前面就是13码 那第一段的全字号 加上-78 跟三笔小码的部分 就完全相符合了 那它结构 就会去讲它的全部 前面呢 就要全段 第一段全字码 就加上-78 然后再加上原来的 最后一位是-8 现在是3码 那媒体国际标准数号 有13位数码组成 那依序又分为全字号 群体识别号 出版者识别号 还有出名识别号 跟比较号 五个单元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全字号的目的 事实上是国际标准数号 的是一个单元 最主要是识别 读书业的它的代码 那由三个号码组成 那跟国际大名小码 编码系统呢 事实上可以完全相容 那群体识别号的部分呢 最主要是谈到的是 国际标准数号 第二个单元 基于国际标准数号 总部来兼配 而用来区别呢 出版者的国家 也就是或者是区区 或者语言区 其他相容类的群体 就是相容区 就是相容区 欧系的部分 经语 美系 或什么的部分 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出版者的识别号 那它最主要是 国际标准数号 第三个单元 那是为了各出版者的代码 那这个部分呢 是由国际标准数号中心 就是它的出版的情况 来先check 那号码 位数跟出版量 事实上是会很繁体的 好 那苏名号 苏名识别号的部分呢 最主要是 反着是国际标准数号 国际标准数的单元 最主要是用来区别 同意出版者 它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提名 那内容版本 装订跟区别的出版品 那检查号的部分 是指国际标准数号 第五个单元 唯一位号码是检查号 是有数字0到90乘 那能够自动和对国际标准数号 那到底甚至要是错误 好 那I1N的 是代码的 它是检查号 推算法 那检查号是 一号推算产生 不是刚才的11 那要是要弄清楚 那这部分呢 它会依序 反复分别 乘5113 将其相成 然后最后 把它将加起来 综合 乘112 那于是唯一 一定要准备加做合法 那推算的方式 就是像这样子 一数位置呢 就称1 偶数位置就称1 偶数位置就称3 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成 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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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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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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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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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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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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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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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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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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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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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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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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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8 9 6 8 8 9 8 8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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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思考看看如果今天传送后的密码是FWJ 还是你拆等级的时候 同学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写出来 彼此之间可以设定然后看怎么样去把问题拆出来 如果问题的深度分身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考量方法 也就是后面很多的所谓的摊血保护的一些措施就出现了 那为了解码快速的方法 其实当时才带有一个所谓的密码用盘 就像以下的课图的图示的部分 像图示的地方 这样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开速的把解码的部分就产生 以下我们就接着照讲 照看之下也是可能都觉得还没关系 可是我们都发现它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它数字跟其他领域的关联群 其实跟大自然界有一个密切的关联 那我们来看一下贝泡纳器数列的部分 贝泡纳器数列 然后前面有两个就是一一 然后后面的就有前面两个来生成 那三呢就是有前面两个一跟二产生 以此类推 那其实我们慢慢观察 已经都会发现到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关联性 那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呢 是有意大利的数学家 他所提出来了 当时他是在用餐里面想到的一个问题 他非常喜欢吃那个兔幼 所以他就想说 如果是这样子 公的跟母的 然后隔一个月生 然后这样子交配 会产生有多少兔子 后来呢在金融市 分析股价指数跟波动里面 也被广泛的应用 那同样的呢 在自然界也有相同的情形 像树木的啊 它随着年齐的年齐 它会长出分析的树木 也恰巧就是 刚好培波纳其次类有关系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 红眼的那个图纪 这个应该是树五 那我们再推演过去呢 就发现其实在很多地方 整个来讲 它都会分我们的配波纳区之间 一定来说会有关联系 那这就是树木 随着年级分析生长数量的一个情况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呢 就原来呢这个就开始分析了 然后再过来到了第四年的时候 原来的第二年这个也开始涨分析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会变了三 那再加年就是在增加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 涨碳无关系 后来都会有关系的 那这个呢也是前面有提过的 那我们就先把它倒过去 也就是说这个系列里面呢 其实呢它去做一个比值 因为这个是由克普勒 事实上他发现 但是这个月大的时候 其实呢后一项比前一项的 其实作为结冰黄金分割的这个值 另外呢在自然界里面 食物的增长 跟它多数食物的花瓣的数量 其实呢也都会比较波纳区区列 米子之间呢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那我们可以说明 底下呢有一些花瓣 比如像百合花啊 飞燕草之类的万寿菊啊 主任者啊 补菊啊 这些呢 或者大型的像日葵里面 它的牌呢就非常特别了 而且很漂亮 还有布林表面的花纹 也有两组罗线等等 那你就可以看啊 这百合啊 一些其他草的花的部分 那这是像日葵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仔细看 刚好它在顺极针 跟逆时针的部分 会有不同的一个呢 常见的来讲 大概有一个是34条 或者另外一组呢 是55条 刚好两组大的时候 一定会跟摘波纳区区有关联性的 那大小同学可以画画看 就是很接近就是 就是联系两个的这一个 那你可以用正直针跟逆时针的方式 来看它生长的螺线的部分 那植物学家的说法 就是植物知调品贯呢 其实有一块不是很特色的圆形体制 那称为叫做顶尖 那顶尖周围有一个微小的派档 就是称作圆肌 那其实有很多新的细胞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 由圆巾 然后以螺群平行 然后从圆巾不断的生长出来 那这个新细胞也会发育成叶质 然后变成发散等结构 那整角螺线又叫做整角 螺线事实上是比塔尔在1683年发现到的 那伯仁努流后来就重新研究 发现了整角螺线的很多特殊的性质 那它不管呢怎么样适当的变化 经过各种适当变化以后 仍然还是会是一个角度 还是会一样的一个整角螺线 它就发现哇 很赞胎 就欣赏这样一个曲线的一个特性 那就这样子不断的转 那角度会是一样 所以它要求此后 一定要将它车在这节目标上 并且复视说虽然变了一样 我还是会以同样面目来出现 陈基教科斯物章 反而把它弄错了 它是把阿基尼的螺线 把它扯上去阿基尼的螺线去这样 它对出螺线整角螺线去长这样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这种螺线跟这种不同就是 相应的圆形之间的距离多一样 看一下 它的形状不为谁大而变形 有自我相识性 那有几点连接出去 画出去的话 小路都一样 所以才会有很小螺线的那个美名 好 那这一次看一下 为什么它是那个137.5度 因为叶子跟花蕾在生存螺线上来讲 它会有一个间隔黄金角的效率 发现是最大 然后可以保证那个培类 不会沿着特别很极限 还可以有效的怎样 填满这个整个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黄金角 去到黄金底里去 刚刚那个圆中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小路是黄金底 然后得到的一个黄金角 它这样子是一个很鲜密 很鲜密的东西 把所有的空间都填满 这也叫做一个排列的方式 那植物的叶子呢 炎树枝生长也会朝向 挺像朝那个扑散到最多阳光 或者临到最多雨水 或者呼吸到最多空气的方向生长 所以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有力的空间去成长 那叶子平静的部分呢 我们就称作叶子 就是叶子排列的方式 那事实上 入四季的时候 达文基就注意到序列之间关注的 就是特幅了 那观察到呢 月序之间呢 会发现从最下面开始 然后这样不断的旋转下来 那会发现呢 三月的会转了一圈 五月的转了两圈 八月的转了三圈 十三月的转了五圈 也就是看所谓的第五个库列到十三 这个刚好就是飞波纳基 其类降格量这样的一个值 所以他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出来 让他转转了 所以许多作家就转转在所有体型里面 比如来作家里面呢 他们也会发现到 体型里面黄金体型 事实上是最具有内战的 那以心理学家来讲 他就存在 1860年在展开GEP的体型体验 他就得到了76%里面的 会具有这样的一个比值 那其中又有1.62的基础 所以你就发现在数据里面 具有不同领域 还有跟人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关联性 那现在的人呢 对黄金比例呢 感兴趣的人 最主要他能够造出一条 以黄金比例分高的局限 他可以做出普遍型的简单方法 那这个呢 是比较瑟拉斯喜欢 主书 将数字抽象化 然后复习数字的一些特别的意义 像 一啊 生成元代表统一 那 二呢 是代表一个雌性的数字 代表分类 三呢 是一个雄性的数字 代表和谐 他 因为他结合了统一 有两个相交 结合统一跟分类 所以他是代表和谐 那是呢 代表了真意跟自信 那五是一个 词性的数字 也就前面的 看 第一个雄进数字 三的一个结合 代表爱情跟婚姻 那第一次写派呢 更以五角心情作为 他们写派递送之间 情义的一个象征 好 五角心情跟正五间情之间 其实我们如果指计的话 他有密切的相关性 到脆角性以后呢 还有相交的时候 会产生呢 五角心情 那五角心情的中心 又形成正五边形 然后不断的这样的 无限的一个延伸下去 可以建构越来越小的正五边形 跟五角心情 那这也是呢 五边形的最角片坑 他最边产的一个体力 你把最角片坑 他边产之间的体力呢 就是由大到小中的时间 去比上 会是一个黄金体力 那这刚好就是 他是属于五里书的一个最好证明 那柏拉斗的部分呢 他就乘以五个立体 去解析物质的结构 就像我们的金木随波组 那柏拉斗呢 又分 立体又分为 正七面体还有六面体 八面体 十二面体 还有二十一面体 他认为五应该是对应 稳定的六面体 那火呢 是应该简单的四面体 空气呢 应该是八面体 水呢 应该是二十面体 那十二面体呢 柏拉斗认为他 指定是宇宙的一个神体 他曾经说 十二面体应该是神经 用来认识整个 重仓的重心术 这就是为什么 达利的明发最后的晚餐里面 上面会符合一个 最大十二面体的原因 那这是柏拉斗立体里面 他最主要是正 正多边形的一个 那这就是 达利里面 浮现的一个 正十二面体的一个情形 最后的晚餐 那这是这跟汉美式馆 他所做的一个 结果 那底下呢 我们来看一个 另外跟中国历史有关的故事 那这是由 资料来源是 宋庆西夫 他写的新写的故事 那我们这三国 是大家 口头能想的三国演义 其中里面呢 曹操 事实上 那是一个去世的犯 已经去世 去世 就是太变的意思 他竟然是他的孙子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他说 事实上这一点 让三纪赵立教授 他觉得很疑惑 就说 曹操呢 是在汉朝 永有大贤 然后成为正式幕后费者 那他的 他事实上呢 是曹操的孙子 那曹操呢 曾经不是过去位皇帝 他去的犯官 那我们都知道去世以后 事实上 才能够当判官 按理说应该 应该有孩子 可是为什么会有生殖呢 那你要生殖 为什么会有孩子 那他就做了一下子的假设 那同学 你猜猜看哪一个 会比较合理 是不是曹操呢 就是判官 然后曹操 曹操 然后曹操 曹操很聪明 但是很早就起了 他是有了以后呢 才去当犯官呢 还是去世之前呢 先把金子挤出来 加以保险呢 还是成为高官以后 才偷偷进行戴政手术 还是任命 奖子 还是只有其他 不知道聪明你想到了吗 应该比较合理的 会是答案之类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一的话 年纪太大 去世以后 其实想要成为大败店 其实很难 那如果二跟三 以当时的依捷技术 其实呢 根本不太可能办到 那判官呢 在二次技术 他常常弄损万法 在工程里面很警察到 事实上呢 也常常有人 以出 所谓金面换官的一个计划 不过呢 大部分呢 都先告失败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 反换官的清流派 大概有八局 八官 八局 八局 八业 很特别 这里面都发用的非常的频繁 真的蛮特别的 可能以前想想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我们还是一样 再把八局拉回来 在曹操的部分 那曹操应该是 周曹松 这应该是曹松才对 曹松为羊子 然后花钱呢 买到大卫的官位 那父子梁呢 其实都非常二名高张 那虽然呢 有这样的峡谷院院 可是呢 我也知道曹操其实 他是文武先别的 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不过呢 他在性格跟行动 其实很受到很多的批评 批探 那在平静黄金之软以后 他也立下大功 那他企图曾经掌握 到实权 不过呢 他刚被尤备跟吴国盛情了一种 然后在次第实战 那击败的曹操 最后形成了三国主义的一个实战 那这一层呢 是曹操的儿子 曹操呢 他利用时 很大量的大象的重量 不可惜 十三岁的时候就一年小次了 那三国实战呢 其实在当时呢 发生了很多很特别的 十二亲密 十二敌对 然后常常有一些 很成功的现象啊 或者大象啊 或者 金军鬼尔散沙 金军的布局 或者兄弟 身夺王权之类 非常笨乱的一个局势 那也因为这样呢 带生了几多 有可能后世的一些教兴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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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呢 对三国字 三国语音的信息 他的关心度呢 真的还蛮惊人的 你可以在他书片上看到很多都跟三国字呢 有一些相关的书籍杂志 那连天之呢 也曾经过过漫画的三国字卡通 可以说是饶肖协议 那三国时代的名下参谋的策略跟战化 其实已经成为政治家施定政策跟事业家里出计划的参考 那他的使用面跟社会上其实备受重视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三国时代的战略还有作战的逻辑跟构思等 其实呢跟我们现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 产生的欧瓦作战计划其实有密切的关心 那再过来呢 我们介绍华荣道的资料 那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那其实呢 华荣道是一个流行中国的一个战略华菜的游戏 那华荣道其实是一个战场 它是一个平板餐 那有一个大方形华菜代表超高 其他九个呢是代表其他潮草的关心 在他的核处呢 开口就是代表华荣道的出口 那这个呢 潮草呢 就是在这里面被围困在中间 那我们怎么样呢 帮潮草呢 从华荣道里面划过出去 那这一部分呢 那我们可以看哈 潮草是中汉末年著名的金世家 那是魏国的天机人 那潮草呢 那潮草呢 底下呢 下方的是很快代表官吟 那官吟是祖国的大将 然后沉强在潮草的手下 进得到潮草的中央方后岸 那另外四个树立的长方形华菜代表祖国的四个大将 那四个小方形呢 是代表那兵型 那因为策略的是 潮草呢 他的二十万大兴在四季之战 一难被五万的水军击败 潮草呢 最后带了 以剩的二十几个残军 那潮草 那罗关中的三国演义 就有 谈到潮草潮草王国 隆草的这个故事 就在中国是这样家喻户晓的 那潮草他唯一潮草的路径 只剩华荣草 那当时呢 朱瑟亮道已经替算到这一步了 并且安排官吟在华荣草抓那个潮草 潮草被停 但是潮草他就是在官吟的演技 说服官吟就帮他出草了 那这一部分呢 有关华草草其实有非常多的样式 那事实上呢 一个 湘潮荺语库的那个教授 西北基安大学的那个语库的教授 湘潮草就对华草草 其实有很多的研究 那他就里面呢 把这个游戏称作华草草 那他发现呢 他认为呢 这个游戏大概应该是在 写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 游戏在中国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呢 他把它布置 那最常见的华草草里面呢 叫做横草草 其他还有叉持兰飞啊 全神社皇啊 像这样子的 那这是各种草荣草的一个布置 在有谈过四个是代表名 那这个呢 就是代表所谓的 这个大家是 横草呢 就是关义 那这也是草草 那他想要移到这里 整个游户就在这个地方 那要怎么办 那这是 让他有一个不同的 非常有趣 看一下 那我们呢 经过不同的一个排列的时候 你怎么样呢 让他可以 弄出来 那 在1932年 那个英国的博来宁呢 就 以设计 滑草草类类的游戏 申请专利 然后他 跟 华派专题团 就跟西洋房 那其实是一样的 出货也是在一起 那 其他的呢 华派的游戏 其实 就用推的方式 在华国 日本 两个国家也出现过 但是呢 都带有很薄的一个色彩 那怎么样 将草草放出华荣草 最早的步骤 其实是81步 那这个解法 是美国新奥尔良的一个 莱曼找到的 那这个解法呢 事实上 也发表在科学美国人 杂志上 1960年3月 看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 那不管华洋道的来源 是怎样 将 三国说 曹擦的故事 放在华泰游戏上 本组化 成一个很特别的 中国特有的 中国艺术游戏 那 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用81步 将曹擦放入华荣草 那底下呢 就是一个解 曹擦的一个步骤 那你可以继续看 在要移动它之前 你可能一定要先把下方做一个盘子以后 才有办法去移动最大快的 那这整个是 所有81步的一个动作 最后的地方 所以当你将草放出来之后 看看能不能自己带给一次 也可以看其他部局 怎么样 把它 救出来 那底下呢 是一些 参考的资料 那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那另外在文字上面呢 我们也会发现一些 比较耐能行为的一些哲理 像季晓男 他就一步妙年 他说 如果那不比 才东西普 如果人呢 没有反顾 一定要反顾 才叫故人 那美国电脑专家里面呢 他也发现 一个他很单脚化 每次之外呢 他有一次在画 被英文字母提取的时候 都发现 将他反转再编导 竟然就是英文字母的学习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都还蛮有趣的 那这个资料可以参考 小文强心中也是 有好学生出版这里 你有看到这个 最后呢 我们就给同学一些学习 那希望同学呢 回去可以好好的练习一下 看能不能将学问 真的记 确实做过以后 会印象很深刻 按我们的touching 今天就上到